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我是魏惟 動森更新的直面會 真是讓人驚叫連連啊 我本來以為這個直面會 只有更新在博物館裡面的咖啡店 想說這種事情 有什麼好花一場直面會來說明的 結果 結果這個直面會 是讓人尖叫連連的直面會 我老婆說 我怎麼一直在電腦前面尖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11月5號 我們馬上要迎來動森的更新 然後11月5號 有兩個更新 一個是免費的更新 一個是要付費的更新 我兩個都會玩 因為都超讚的 免費的更新裡面 會有咖啡店的更新 在博物館裡面 會有一間新的房間 裡面是咖啡店 玩家可以在裡面 跟老闆買咖啡來喝咖啡 除了可以在這邊喝咖啡以外 平常島上的島民 甚至是在服務中心工作的西施會 會來咖啡廳這邊放鬆喝一杯咖啡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用amiibo卡 召喚amiibo卡的島民 到咖啡店來喝咖啡 你也可以邀請你的朋友 到你的島上 到這邊咖啡店跟朋友一起喝咖啡 到這邊我就已經覺得 這個更新實在太讚了 不過我們才剛剛開始而已 除了咖啡店以外 免費的更新還包括了新的角色 然後巴列島也有新的更新 現在你可以去巴列島的後面逛逛了 在巴列島的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常常出現在 我們島上的角色 像洛蘭 像薛格 狐狸 還有然然 他們都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捐錢給他們 他們就會在巴列島上面開店 捐錢給他們開店 然後六月新娘的活動 利勇跟建照也會在這邊出現 他們可以改造 我們之前沒有辦法改造的家具 好像我們之前用禮樹 換的燈塔 現在可以改顏色 超讚 巴列島真的有超多更新的 這邊還可以跟一個新的角色 叫做欣威來算命 還有一個人叫獸博 那我看這邊的敘述應該是 這個獸博這個角色 可以幫玩家從家裡面拿道具 也可以把玩家身上的道具 存到家裡面的這個儲藏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新的角色 他是巴列多年的好友 叫做刀立如 他是一個髮型師 他可以幫玩家 settle新的髮型 然後在免費的更新裡面 現在在島上 可以跟你的居民 跟這些小動物 一起做運動 我覺得超酷的這個功能 你可以拿起你的Joycon 就有點像獻真環一樣 跟你的居民一起做體操 免費的更新還可以設定 你想要小動物哪個時候起床 比方說你想要他早上起床 或是希望你的動物是夜貓子 你可以讓自己的住家 做超多樣的改變 再可以做中式的住家 可以做西式的住家 不同感覺的住家 接下來又是讓大家會尖叫的更新 本來你在你的家裡面 最多只可以存放2400個家具 更新以後 你現在最多可以存5000個家具 這樣5000個家具 我相信就絕對夠了 另外也是會讓人尖叫的更新 就是在動物森友會裡面 在更新以後 你現在可以做菜 除了南瓜以外 更新以後 會可以種番茄 可以種小麥 馬鈴薯 甘蔗 還有胡蘿蔔 用這些食材 可以做料理 整個遊戲片超有趣的 然後我們可以把燈 掛在天花板上面了 還有壁紙 可以只貼一面的牆壁 讓房間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之前橋跟斜坡 最多每一種都可以各建八座 現在從八座調到十座 你可以建最多建十座橋 最多建十個斜坡 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圍牆 不同的欄杆 我覺得超棒的 現在我幫我老婆見到 我可以有這些圍牆 這些欄杆可以用 而且更新以後 你可以改變這些圍牆 這些柵欄的顏色 我覺得這也是超酷的更新 照相的功能也有更新 現在你可以移動照相機 這樣就可以跟著小動物一起移動 可以照到很多可愛的照片 我很想照小動物抓蝴蝶 抓不到那種反應的表情 現在應該也可以照到了 這個我超愛的 免費的更新裡面 我設計了裡面的圖 現在可以穿在身上 當成衣服 或者是貼在牆壁 當作壁紙 這些是更新的功能 還會增加十一個新的髮型 包括在巴獵島上 刀立乳設計的髮型 除了十一個新的髮型以外 在更新以後 還可以有十一個新的表情 像之前動物說再見的那個表情 還有之前動物會聽到音樂 跟著音樂搖動的那個動作 現在我們都可以做了 超棒的更新 免費更新以後 遊戲裡面的手機 會有新的應用程式 這個APP叫做 Island Life101 裡面會有新手應該要知道的 怎麼樣玩遊戲的一些小撇步的分享 還有Nook禮數 現在可以兌換好多好多新的家具 新的噴泉 新的摩天輪 都可以兌換 兌換Nook禮數 還可以兌換出像這樣的櫃子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櫃子 可以把這個櫃子 放在戶外的任何地方 如果你身上有很多東西 放不下的話 隨時透過戶外的櫃子 把身上的東西 放到家裡面去儲存 或是反過來 可以在任何地方 透過這個櫃子 把家裡的東西 拿回到身上 Nook禮數還可以兌換提款機 可以把這個提款機 放在你的島上任何的地方 像什麼時候你想要提款 也不用到服務中心去了 直接在提款機提款就好了 超方便 在島上開演唱會的KK 現在多了12首歌可以點 包括KK Break 還有KK Polka等等 買了之後 你可以把這些音樂 放到新的家具裡面 像這樣的一個音樂盒來播放 另外 在更新以後 你可以在地上 挖出泳泳的碎片 把這泳泳的碎片 重新種到地上 澆點水 隔天 它就會長成不同的小樂器 你可以把這些不同的 泳泳的小樂器 放在家裡面 開場小型的音樂會 超可愛的 商店也會有很多新的家具可以買 我比較喜歡這個旁邊出現的 多螢幕電腦 也有像這樣子工廠會出現的機器 反正就是之前沒有出現過的家具會出現 這個還不錯 不過更讓我兼教的是 可以打造新的工具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可以打造樓梯 可以放在賢癌旁邊 自由的上下賢癌 這個樓梯還可以做不同的顏色 我感覺我好像在做夢 太夢幻了 不同顏色的樓梯 可以放在賢癌上面 跟我們上上下下的比較好移動 另外之前我們沒有辦法 在其中移動的一些小的空間 現在可以鑽過去了 超讚的更新 因為有時候你把家具 擺得很開的話很難看 靠得很近又沒有辦法做 這個更新我覺得很好 看起來這更新的畫面上面 這個沙發還有桌子 還有後面的青蛙椅子 好像都是新的家具 也是很期待這次新的大更新 有時候你在路上碰到小動物 更新之後 這些小動物 這些居民 可能會邀請你到他家去做客 有時候他們 這些居民 這些小動物 也會到你的家這邊來拜訪你 很期待嗎? 看起來還有新的居民 這次的更新 11月5號免費的更新 真是讓人驚叫連連 不過這次的免費的更新 只是動物生擁會 直面會的前半部分 11月5號還會出 付費的更新的DLC 我將在下個影片 介紹付費DLC的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請問問一下 那我工作人員 請問一下 連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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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örper